我姓騷擾女同事? 我知道你最近否認 我不是否認 我那些騷擾,我只是騷擾有需要 沒有需要我就不騷擾 我不知道你說什麼 總之以後工作上或非工作上 你儘量少接觸我們的女同事 你別說得我好像屯門色摸 跑來中環開工似的 我無小為有人來CK律師樓 做這麼久,沒試過這麼遠 被CK照進去 我不想因為你這種人 令我的記錄都花了 你真是說我害你 你怎麼做人上司? 你不支持我,你還多插幾個東西 你怎麼做人下屬 若然你被人告性騷擾 我告訴你,我不會做你辯護律師 如果你被人入罪的話 我們CK律師樓是不會請到案底的人 所以以後我奉勸你 不要接近我們的女同事 多過三步之內 我告訴你,你明誣我不要緊 但是現在全個律師行 不是我才是最大的那隻色魔 是嗎?誰是? 是,就是CK律師,CK… 你申請出貨 來,三步,麻煩你 我又瘋了什麼事? 你別管他 是,Mr. Mo,我想問你 我明天應該穿什麼衣服 什麼事? 明天早上有名設計師 Franco Lee談談的 我已經幫你結帳了 是呀 是呀,我好像今天穿這樣穿這樣 我還好嗎? 好,不過明天你不用去 為什麼? Apple,你也知道 Franco Lee的口袋很臭 我免得你一會兒去到他的工作室 讓他彈得你一毫子都沒有 我也沒面子的 你也知道嗎? 其實我也不是這麼差的 你的口袋,你幫我不知道嗎 你敢去深圳買那些無牌貨的 一會兒你生氣了嗎? 連生意也沒有了,你知道嗎? 不是呀,Mr. Mo 你想想,如果你一旦走出去 沒人跟著你,很沒台形的 姐姐,不如讓我跟著你去吧 台形的東西你少擔心 我心目中有一個人選的 這兩套衣服就是Franco Lee 上一季的設計 是不是很有風格? 我也是他的支持者 每一季我花不少 那我們明天穿這套衣服見他? 當然要,那個Franco Lee 很嚴峻,悶悶悶悶 如果你穿他的衣服不夠優雅 他也不跟你聊,你知道嗎? 那我應該要準備什麼? 你不用了,有我看著你嘛 這麼簡單? 是呀,你少看這種場面 你當是去拿些經驗,見識一下 我算不可以了 Apple我也不帶你去,帶你去 我怕失敗你 不要緊,那小子有我應酬他 不過我有點擔心 你知道你這麼高大 你撐得太行的 我怕穿他的衣服不夠Elly 我穿這件嘛,不過不要緊 他也不會認識到你,是不是? 穿這件吧 沒有…還是我穿這件 這件比較Elegant,搭配我多一點 畢竟他的注意力集中在我身上 那你穿這件吧 好 就這樣決定吧 謝謝兩位,大家等一等吧 Francis Franco 我的天啊 什麼事?開來遲到嗎? 你怎麼會這樣穿我這衣服? 神經病 Toto,你是一個Escenter嘛 你…你真是浪費我的心思 Give me a break 不是這麼嚴重吧? 我完全感覺不到 好嗎? 這位是… 我的Ascenter,阮阮 嗨,很高興認識你 這件事,這件事 我掉了的時候就已經有感覺了 不好意思,Ranko 不如我們說回正題 就是你那個心理寶… No way,我現在有一件重要的事要做 可以借你的City用嗎? Anna,跟ModelAge吃過Franco 好,不用再找Model了 因為我已經找到了 好的 Francis 我除了決定用你這間 來使用安全權處理的法律問題之外 我還會贊助我整條LINE給你的 Ascenter,春夏秋冬系列 對呀,還有 你以後不要再做我的設計衣服了 我生氣你 你是不是用了三百萬買Mascara 這件事不太貴 你很厲害 不要再也貴 這麼多東西,是不是買回來優惠我們 這些衣服是Franco Lee的贊助 贊助 Mis Mo,你就好 穿名牌也不用花錢 你不是贊助Francis的 不是贊助Mis Mo 難道贊助你嗎? 對呀,他們說不適合Francis的風格 所以贊助我吧 本地設計師都贊助了來老貨 不贊助了本地刺 所以時尚的東西不是每個人都明白 如果有留意Franco Lee的這條LINE 那些設計 就知道完全配合不了我這個優惠風格 所以我打算不太光顧它了 軟軟,很辛苦,你也要穿得很久 大家小心,你知道他有Edgy近的 不要傷害他,連我也有點痛情他 Mis Mo,能走到這裡嗎? 正在 來…等 我好像忘了你的東西,你們先走 我可以去打電話,去洗手間 我踏下一步 進來… 行… 阿樂,我有重要事,你踏旁邊的那步 我先進來的,你出不出? 我一時想不到理由要出 你出不出糧?這個理由挺好 出了彈出來 現在整件事 怕得到水深火燃,刻不容緩 極需要大家的援手 再不解決的話 我們連粥水也沒有口吃 你們一個一個 都是想整酒軟軟的嘛 沒錯,整酒軟軟 絲 你們兩個在幹甚麼? 她想整酒軟軟 不,我們只是開玩笑而已 我是來加入你們的 說到底,我也是受害者 我這麼大一個人沒試過禁魚 被人瞞我沒有味道 所以現在我們要團結 團結就是力量 我們一定要把軟軟趕來這個CK律師樓 又多一隻香爐 你是不是想做內奸? 我站在你們那邊 不要… 先別開心,你又這麼偉大? 我這麼大個人 第一次感覺到 原來一個人有愛情就會沒有煩悶 有煩悶就會沒有愛情 為甚麼這個世界會這麼醜惡? 因為你把愛情放在飯碗裡 只要你從飯碗裡 把愛情交出來 這個世界就會變得很美麗 你們明白嗎? 不明白 總之就要整酒軟軟了 確定 我反對 整酒軟軟